回往漁船擱淺在西子灣岸邊 在福宰城 船上還有漁工等待救援 一分一秒相當緊迫 消防人員透過消防車拉起繩索 越過海岸要到擱淺船上救人 救援過程海浪不斷打到漁船上 場面觸目驚心 22名漁工陸續獲救 但還有一人失蹤 直到凌晨 這個人卡在那個小坡塊那邊 71歲落海 漁工被發現卡在小坡塊之間 拉上岸時早已經是冰冷遺體 他是這艘永新發168漁船的漁工 漁船早已經在海面上嚴重翻覆 當時總共有4艘漁船綁在一起 停泊在高雄前鎮漁港 卻斷懶一路漂流到西子灣附近 長達12公里最後撞成一團 強浪導致船身碰撞嚴重凹陷 甚至還有側翻的漁船嚴重漁油 海面上一片烏騎麻黑 透過空拍畫面 油汙範圍大約100平方米 四艘漁船東倒西歪 相關單位緊急派人前往評估 該如何止住漏油 木蘭蒂帶來的海上17級強陣風 一死核採損以及污染 才是接下來頭痛的問題 記者吳國珍紀博士賴筆湘高雄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